警車後面跟著好幾輛軍卡 另外一個角度更清楚 戰甲車開車上路 發出轟隆隆的聲音 震撼當地居民 好幾輛戰甲車在晚間 行駛在市區街道 不少民眾拿手機拍下這一幕 而這裡就在桃園龜山的復興街 二十二號晚間七天堂時電 戰甲車都會在附近 軍方就表示夜間訓練 才是今年的核心 這次漢光在做好安全的規劃之下 是依照敵人可能的行動時間 也就是全時段二十四小時落實訓練 也就是說這個漢光操演 不只是早上開始傍晚結束而已 因為作戰是不分白天晚上 這次的演習就有些項目 是跨到凌晨進行 也是要提高演習的強度 增加官兵臨戰的能力 直上這樣的戰甲車開上路 體積比較大一點 也提醒民眾希望不要太靠近 注意自身安全